主例嘉賓 蔡元雲醫生 校監 各位校董 各位家長 各位來賓 各位老師 各位親愛的同學 特別是畢業的同學 2012-2013學年 就好像每個過去了的一年一樣 是充滿著神的恩典 就正如我們今年主題經文所講 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 已經得勝有餘了 今年陪到踏入125週年 提醒我們學校是以神的名建立 所以我們早已定定 是要走一條榮神億人的道路 校務報告已經刊印了 在典禮刊物的最後兩頁 大家可以在那裡見到 神在各方面與我們同工 我只是將重點略述 在行政方面 我們學校是參加了211減派方案 換句話來說 由接下來的中一開始 每一班是減少兩位同學 其實陪到中學 它雖然不是一間頂尖儀的名校 但是因為我們辦學的誠意 是頗受家長的歡迎 每一年在自行修生的階段 都有四五百個申請者 是爭奪四十個學位 但是為了要跟香港的學校 一起共渡時間 我們學校選擇了這個減派方案 待他人 學生人口的數目回升的時候 我們再去增添我們的修生 在學語教方面 2012年是充滿挑戰的 因為是最後一屆的高級程度會考 亦都是第一屆的中學文憑考試 在最後一屆的高級程度會考裡面 成績方面 我們見到是近年所見 成績最優異的一屆 我們考的同學是93位 而其中62.5% 都是能夠入讀學位課程 其他同學亦都入讀專上教育課程 更是破紀錄 我們是有一位同學 是考到4個A的豬子程同學的 另外在首屆的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績亦都是相當理想 有156個人認考 而其中在這裡是有58%的同學 是拿到升讀大學的資格 但很可惜香港的大學學位非常稀少 只可以每一年的考生裡面 只有18%至20%的學生 可以入讀學位課程 在這麼激烈的競爭之下 我們的同學他們雖然得到入大學的資格 最終是有33.3%的同學 他們是可以入讀學位的課程 其他同學他們也都在非學位的專上教育課程裡面 繼續地去發展 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 第三點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校封與學生支援 近年學校是循三個方向前進 第一 我們是十分重視用神的話語 去塑造學生的品德 第二點就是我們堅信 校封辭與辦奉 因此班主任是堅負一個責任 帶領同學彼此的建立 第三點就是學習經歷 大家會見到學校近年 是積極地去推動聯校活動 以及境外的交流 曠闊學生的視野 讓他們能夠支撇自己 從別人的身上去學習 如何去更加認識自己 今年也是學校125週年 我們藉著重溫校史 校友分享感恩崇拜 音樂劇The Sound of Music 我們讓學生領略 並且愛惜他們在陪到歷史上的遺憤 各位 一所學校可以沒有理想的校舍 可以沒有完善的設備 但是唯有他的老師 才是學校教育質素的關鍵人物 因此在125週年的時候 我們為老師預備了一次 台灣的交流及聯誼之旅 表示了學校對老師的謝意 也都結合了專業發展的元素 53位老師在5月1號至4號 承奏了一次難忘的旅程 125週年的畢業禮 也是非常難得和珍惜的 因為我們可以邀請到 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蔡元雲醫生 來到我們當中成為主禮的嘉賓 1973年 當我是像在座同學一樣 是一個中陸的學生的時候 有一天我坐在校園的一角 當我在法外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道門 這道門上面有一張海報 這張海報到今天我都溺溺在目 因為海報就是一隻敷出來的雞仔 布出蛋殼 正準備迎接新生命 而這個海報上面就寫著 突破 Break through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彙 我當時在想什麼叫突破呢 卻原來突破運動是一場青少年的運動 藉著輔導文字工作和影音 來到去半青年少年同行 我的青年期就是在突破的陪伴中成長 我看突破雜誌 我唱齊唱新歌 我參加突破的影音聚會 到今天突破運動 抗衡文化 逆流而上的精神 對我是影響深遠 而其中突破兩位的創辦人 一位是已故蘇欣佩女士 是我們前校長蘇欣立女士的姐姐 另外一位就是今天在座的主禮嘉賓 蔡元雲醫生 蔡醫生直到今天 她仍然以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方式 在社會上關心她一生深所係的青少年人 亦都在扶貧的工作上貢獻社會 我特別珍惜今天的典禮 所以今天的校務報告特別短 讓大家有多些時間一會兒去聆聽蔡醫生的訓練 多謝大家